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打一开猴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。 哎呀,现在的中国政府是真着急啊,三天两头爆的新闻和风向,都是跟结婚生子玩命。 前两天那个让国家印钱,鼓励声誉的专家凉凉了,但是没关系, 还是有前赴后继的勇士,想要在这个话题上为国家排忧解难。 就算不能开源,也在节流的问题上出处理,你还别说是一个比一个损,你看着都来气。 这不嘛,中国养老金短缺的问题,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,可以说已经到了燃眉之极的程度。 这帮上岁数的老头老太太,可不比小年轻一个个单纯好糊弄。 那都是广场舞界的老江湖,当年挥舞个小红书, 你要是敢断他们的粮,他们明天就能攻占天安门,把腊肉当煲仔饭炖了。 这个问题相当棘手,这不,专家又出来给解决了。 这位大名外名叫赵燕京,是厦门大学的教授,也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副理事长。 主要研究的领域是城市规划、经济和土地财政。 你看,跟前段时间那个任泽平一样,都是打算用经济思维解决社会问题,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大自信。 他呢就拍着胸脯提议,建议把生载的数量和未来领取养老金,在一定程度上挂钩。 人家这个说法并不是拍脑门想的,他也有个理论依据。 人家说了,过去家家户户想多要,是因为多一个人,就多挣一份工资。 现在既然大环境不好,不能保证多挣,但也要用资本的压力,把这种国家的紧迫感和个人挂钩。 因为大家都知道,养老金制度是现在交的钱给现在的老人用,你将来的钱得靠后备来出。 如果你不生,我不生,那么养老金制度就成了一个骗局,啊不是,成了无缘之水。 而人的寿命越延长,拿的多交的少,肯定不行。 而这些没宰的,实际上是踩在人家宰的身上被供养。 你说说,人家那从小大到大,花了多少钱,精力,你上来就耗羊毛合适吗?所以啊,得改革。 那怎么改呢?简单来说,不生的人,在退休后,只能领取基本养老金, 生一个的领标准养老金乘以一个系数,以此类推,设置分级。 而且啊,他还建议仿照之前独生子女政策,来一个逆运用。 之前超生开除工作,收回福利房,农村是千牛八屋,现在完全可以用在少生不生上。 留足吃喝水垫的钱,剩下全拿走,旗号码就叫资本的再分败, 在抚养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,让为江山新火相传累死累活的人,受到政策的照拂。 你看,这人多损,聊聊几句,就把养老金短缺的矛盾,转移到了生和不生的两大群体里, 打算让老百姓内部分裂,互相怒斥。 你怎么不提提这些养老金,有多少被官员权贵挪走,又怎么不说说有那个一带一路撒出去给人家建铁路的钱, 能改变多少老百姓的生活,让他们变得不那么捉襟见肘。 打着所谓资源再分配,社会很公正的旗号,干着盈盈狗狗的事儿, 这专家把道德和不要脸都占全了,还真是万里挑一的好事儿。 你呢还别以为他真是好心,要给尤宰的家庭谋福利。 当时跳着脚的跟中央建言,希望延长退休的也是他,你以为生了三个就能领到英雄家庭的小红花, 回家翘脚帅羊肉,最后变成了两代五个人一起当社会主义的范喜良给垫了长城。 果不其然,这个建议一出,网友们就炸了锅了,纷纷评论道啊,当年交钱的时候什么话都没说, 等到你该领的时候,说扣就给扣了。 先别说生不生,是个人意愿,那人家就是客观条件不允许的,你这不是在牲口上撒盐吗? 再者说,有宰的宰给养老,没宰的养老金砍掉。 人家都是雪中送炭,你这可好,往火苗上尿尿。 牙疼的问题在钢厂课挂号,你是不是看错地方了啊? 咱们连免费的医疗和养老制度都不完善,你就说我们占用社会资源,怎么着和你家戏北风呢? 再说了,我辛辛苦苦待大的宰,回头像我一样供养着公交车上抢位置, 战球场不让我们打球的大爷大妈,既然逃不出苦海,又何必再带一个生命来受苦呢? 这种做法不仅不能鼓励生育,反而会大大影响交养老金的人数。 不过啊,城市套路深,专家吃饱称,针对这种年轻人死猪不怕开水烫, 房也没有,工作连轴转也不好受,打算消极代工的做法,还有别的教授给中央出主意,要求对部生的加税。 早在几年前,中国政法大学教授,养老金融论坛核心成员胡继烨就已经提出,将来建议增加社会抚养税的项目。 因为人老是后有钱没用,各种体力活还是需要年轻人来进行,别人家的仔照顾了你, 你就是占用了社会资源,所以得加倍出。 而这种说法也不是拍脑袋来的,而是自古东西方都有印证。 从罗马时代起,宪法就写了,公民有义务为帝国增加人口, 不照做的不仅无法继承家业,连上街参加公共活动都不行。 而苏联、德国、波兰、罗马尼亚等等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,也都有过单身税的实践, 不是交钱,就是月工资的百分之多少直接划走。 你看看,生不生,人家都要钱,真是躺赢。 而广大年轻人呢,也是旗帜鲜明,毕竟忧生忧郁,为国奉献的声音还回荡在脑海中, 刹车肯定是刹不住,而且就算你一个月收一千块的保护费, 那也比养个小祖宗房贷、车贷、学费几千块性价比优, 不就是将来领不到养老金吗?用不着你,我自己动手。 于是,数据显示,现在90后,以每月一千多的储蓄金额创下了历史新高度, 看来年轻一代已经深刻理解了什么叫养老不能靠政府,最好一个铜板也别上交,省着肉包子打狗。 不过啊,依中国政府的个性,只要是人民反对的,给人民的幸福生活添堵的, 不管多么离谱,它都会成为可能。而根据本频道长时间的观察来看, 专家放风,舆论哗然,官方辟谣,危坐调整,突然执行,一直都是中国指东打西的战略战术。 现在天天风波不断,也说明中央这帮人已经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程度, 这几招再不行,怕是真要强制配种了。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你们对于专家提出的将子女数量和养老金挂钩这事儿怎么看呢? 你们觉得中国最近频繁的吹风,是山穷水尽了,还是打算出幺蛾子呢? 欢迎留言,评论,吵架,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,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,别忘了点击小铃铛关注,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 不要忘了,下期再见,拜拜! 拜拜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